好,那後半段這個就是Chris Lukoski 算是Steam的行銷分析師 他其實有當很多大小團隊的顧問 有些大發言上也有找他當顧問 然後他就可以透過這個過程去收集非常多匿名資料 他就整理出了很多,就是透過收集這些匿名資料 跟整理這些資料,他就是有整理出很多Steam的懶人包 但是他這邊很多講的知識 有些其實是甚至像Steam的那個官方 就是開發者文件上面就有寫的資訊 只是說很多開發者其實 因為那文件一大堆你也不知道去哪裡看 或是你不知道重點是什麼 那就是常常會有一些常見的疏漏 可是很重要的資訊 那這邊就是幫忙做一個統整 所以今年Chris他就是 其實我們兩年前還是三年前 也只有邀請他來TGDF做 那時候是疫情期間,然後他做遠端演講 那他這一次就是 算是也是有相關資訊的延伸 然後有一些更新這樣子 那就也是兩場演講 一場叫做Steam Secrets Nobody Tells You Until Now 那這場是 也是GDC vote上市免費公開可以直接看的 那這場我覺得對 第一次要上架Steam作品的人 非常非常非常有幫助 一定要去去看 看完整版 那第二個是 他就是沒有公開的版本 就是有一個叫Steam's New Meta The Latest Trends in PC Game Marketing 那強調這邊所有的PC Game Marketing 是只針對付費遊戲 所有的Free-to-play他是不分析 他也不保證的 好 那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開發者他很酷喔 就是到現場跟現場的PA人員 要求說我要接那個金色麥克風 對 他的麥克風是自備的 對對對 就其實蠻酷的 對那 對那 呃 我這邊就是直接把先 就是破題 直接先調列式列出來 他 這個Chris的重點就是說 你要讓Steam老老實實的賺他的30% 就是你不要說 我反正我知道 什麼商店都會抽我30% 那我反正就是常態 我就不管了 我就是給他抽就對了 他說Steam既然 既然Steam有抽你30% 其實你就應該要 讓Steam為你做事那個概念 那就是 他這邊整理出四大 就是後面會講到很多 就是滋為末節的細節 但是 總共 都是圍繞了這四個 他覺得就是很重要的 呃 算是 不傳之密就對了 其實也不是不傳之密 就是很多地方可能是 很多事情可能是藏在那種 就是Steam的小文件裡面 或者是有些事情是 只能用推測推出來的 那這些資訊就大家可以去參考 那第一個是 跟 就是以PC遊戲來講的話 跟所有平台 還有跟所有曝光方式類比的話 Steam能夠給你的作品曝光 如果你有機會拿到的話 它是遠大於任何其他形式的曝光 比如說 我被 PC Gamer 放首頁 PC Gamer的首頁 大概 連Steam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那再來是 他強調說這邊 就是實際上 Steam有兩個 它有 等於算是一個是 叫做隱藏版的商店 這個邏輯什麼 等一下就會講到 然後第三點是說 Steam其實 因為現在是不是 一開始最早是 Steam 還沒有 綠光嘛 然後後來Steam出現 綠光系統 用投票的決定誰可以上架 然後到現在是 你只要付了開發者的費用就可以上架 但重點是 現在看起來 雖然Steam 好像 是一個很民主化的 這個開放式的 上架平台 但實際上Steam 還是一個 就是 有被精挑細選過的平台 他的作品都是 也是一樣還是被精挑細選的 只是表面上看起來 很像是開放式的 上架平台 那第四個是 就是 Steam的開發者資源的 那個 聯繫窗口 那個頁面是 最重要的頁面 就是 第四點其實也是 我覺得很多人會常常忽略掉的事情 那當然他 他有講到一個 很關鍵的 這個 算是事前的免責訊息 就是 所謂的Steam演算法 隨時都在改 所以 這邊的資訊很容易過時 那只是說 目前這些資訊看起來 有些是可能兩三年前累積下來的資訊 大部分都還管用 所以就大家要記得 以下看到的所有資訊 未來都有可能改變 他 後面就開始講到一些舉例的細節 譬如說 有些人不知道說 什麼是Profile Features Limited 就是這個是 就是 在Steam的 你的Steam頁面 的 右側欄 會有一系列的 那個 算是作品的 我也不知道講 也不算分類 就是它有些作品的一些特性 譬如說 你是多人還是單人 有沒有連線 有沒有IAP 什麼之類的 那有時候他會跳出 一下一個驚嘆號 就是說 你的Profile Features Limited 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 呃 之前 有人曾經就是 上架一堆免洗遊戲 就是他反正只要付 那就是只要付那個3000台幣就可以上架 嘛 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就 有些人為了要去充實自己的那個Steam玩家頁面 就拼成那種很誇張的圖片 他就是上架一堆垃圾遊戲 只是為了去搶那個icon位置 那後來他就 後來Steam就說 後來Steam就說 你至少要有 一萬五千美金的 那個營收 就是 在 包含 包含Steam的那30% 就是你總銷售 對玩家的總銷售 要到一萬五千美金 你才可以開放那個 就是 在玩家頁面上掛出什麼 成就啊 跟icon的一些功能 這個主要是在講這一個 對 然後再來是 一定要做相關的在地化 最少最少你要做Steam頁面 本身的在地化 因為這個是 就是 現在最新的 那個 Steam的使用者 語系的分佈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其實 英文 就是已經不是最大的了 對 那 欸 等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說 呃 這兩個 排行榜是 就是我們平常在討論 Steam上架前 或者說剛上架那段時間 關注 就是我們開發者 其實最需要關注的兩個排行榜 一個是 即將上架新品 就是 popular upcoming 然後一個是 熱門新品 new and trending這兩個 那 這兩個榜 它都有被語系切分 就是你如果 就是 假設今天我是中文語系 的使用者 我是 我是用中文的Steam client 看這兩個榜單 然後某一款遊戲 它根本就沒有做 繁體中文 或是 就是假設我是繁體中文 那它沒有做繁體中文的 在地的話 它的頁面根本就沒有在繁體中文上出現 那 那個作品 就完全不會出現在我的 熱門新品 還有即將上架新品的榜單上面 它會直接被拿掉 那這個是非常大的那個 就是 可見度 能見度的差異 那所以 呃 Chris他的建議就是說 呃 他的簡報上面是寫說 當然是第一個 它 它要翻譯成中文 那我們對我們講來講 我們第一個最主要的翻譯就是英文 這大概不用講了 那後面就是它建議的那個翻譯順序 就是日文 韓文 然後 後面有四個 它合成叫Figs的語言 就是French Italian German跟Spanish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要跳過俄文 其實俄文應該 台灣這邊開發者蠻多都知道 俄文是應該是要翻的 然後再來是 你翻譯的時候一定要翻 視覺 視覺的部分一定要翻 不是說只有 單純翻那個 就是文字敘述的部分 你的視覺部分像Banner 還是你的Icon 裡面有文字那個東西就是一樣要翻 然後 再來是 除了Steam Page之外 你的 可以的話你可以只翻Demo 你不一定要翻 就是你遊戲也許沒辦法做什麼五個語氣 七個語氣那成本很高 可是你可以只翻Demo 然後 他有提到說那個 就是有一款遊戲的那個 叫做阿門羅的開發團隊 他的那個CEO Trend Custer 他有講過說 就是你可以 你在操作搶先 搶先發行遊戲的時候 搶先體驗遊戲的時候 你可以說 我現在是搶先體驗版 所以我可能只做兩個語言 可是我到1.0版之後 我正式版上架之後 我就會可能做五個語言六個語言 就是你這個Promise可以先做在前面 那你的搶先體驗的那個銷量好不好 那個你可以之後再去調整 你可以覺得阿這真的賣得很不好 我可能只多翻一個語言 賣得很不錯 我就多翻幾個語言 這其實是可以 開發者可以彈性操作的 對然後 這個東西就是 就是 其實 有人可能會擔心說 像譬如說 我只翻了那個 作品頁面 我沒有翻 就是遊戲 實際上裡面的文字 這樣會不會造成很多玩家混淆 其實也是不會 因為Steam在這方面 其實都有很明確的表示 你是 你是只有做頁面翻譯 還是你有做 遊戲內容翻譯 然後有沒有做 語音翻譯 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個東西是 會有很明確的表示 所以其實玩家都已經習慣了 你不用擔心說 就是 阿我只能翻譯一部分 會不會反而這樣子 只翻譯一部分 反而會有人抗議 就其實不會有這種事情 那 再來是關於那個 就是 即將 就是 即將 上架新品的那個部分 就Public Aquarium這個榜 那 就是 快要到發行日的時候 我記得應該是 就是 你可以在 好像大概 兩週以內吧 就是 有一個 Upcoming遊戲的列表 Public Upcoming的列表 就是你可以點開 應該說 怎麼講 首頁上只能看到十個名額 就是首頁上你的 熱門即將上 熱門即將參加新品 只有十個欄位 但你可以點開之後 你可以看到 其實後面有一大串 那那一大串 我記得就是 應該是兩個禮拜 還是一個禮拜多 左右時間以內 有機會進那個榜 然後那個榜的前十名 就會出現在首頁上 那 這個榜就是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是 這也是大家 用大數據匿名 統計出來的結果 就是說 大約五千到七千個 這個願望清單 就有機會上那個榜 所以 大家可以看自己 作品的願望清單 來決定 來判斷自己有沒有機會上那個榜 然後你可以再來判斷說 我要不要多 累積一點願望清單 我要不要延後我的發行時間 那因為延後發行時間 這個事情其實是有 現在有Steam有明確 那個條件 就是說你到 兩週內 是不能再改發行時間的 那你如果 兩三個月前 你就可以去看說 我目前的願望清單 累積的速度 就可能是到發行日 我就是不到那個 願望清單位置 那你就可以再提早 一兩個月或兩三個月 你就先去調 決定要不要去調你的發行 那個上架日期 那不要拖到最後一兩個禮拜 再來決定 你就來不及 那 他 Chris他做這個視覺的話 就是像說 那個即將上架新品 的一連串遊戲 就像是一個要近戰的火車 那Release date就是爆戰 這樣子 所以火車這樣一節車 慢慢進來慢慢進來 那就只有在黃框裡的那十款 是可以出現在首頁的 那這個東西完全只看 你到了那個五千七千的 那個Wishlist的門檻之後 他剩下就完全只看 時間順序 跟Wishlist的高低多管 你的遊戲熱門程度 完全沒有關係 就只要你的語氣有近 就是看你 看你這款遊戲的那個 就是 以玩家的角度來看 玩家使用這個 Steam的介面 然後你的遊戲 是有翻譯到那個語氣的 那在那個玩家眼中 他就會看到你的遊戲 慢慢從 popular upcoming 這個列表 就會慢慢往上移 這樣子 從第十名第九名 你一路往上移到 移到第一名這樣子 那那個時間的精確度 是精確到 分鐘 所以他下面有個舉例 就是假設你是 第八名現在是 星期一的2.01分發行 然後第九名是 星期一的4.01分發行 然後第十名是 星期一的4.59分發行 那 那第十一名 4.59分之後 就會在第十名之外 他就不會出現在首頁框裡面 那 Steam的標準時間是太平洋時間 就是大家要記得 自己在換算那個死區的時候 自己要記得 Steam的標準時間都是用太平洋時間 對 然後幾個跟這個發行是有關的 Payboard 就 Steam的官方文件已經有要求 就是說 你不能在週六週日發行 這個是一開始就有要求的 那 Chris是說 最好也不要在週二發行 因為 週二是 Steam這個 終端 有時候會更新的那個日子 那有時候 Steam更新可能會反而導致 Steam連不上海三小的 就是 你在那天發 反而有可能踩到這個雷 那 但是當然這也有一些風險 就是說 那如果大家都 不讀 週二 是不是週二變很空 反而週二是可以發 就不曉得 這個是 這個 你就是預判你的預判 這個很難講 對對對 所以這個很難講 等下還有其他類似這種 這種推測的情況 就是 很有趣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 去 自己推理一下 對 那總之Chris的 這個 制式建議是說 不要在週二發 好然後再來是 他會建議 在週一發 好 因為 那個 剛剛已經有講了 你本來就不能選週六週日為發行日了 那 你在週一發的話 你就想說 就是 用這張圖來解釋 就是 欸 沒有我先用這張圖來解釋好了 就是 你在週一發的時候 你那個 即將 就是即將發行新品的那個列表 它其實 接下來就是會有好幾個都是 準備週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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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這樣子 那 這一些週一才要發的作品 它在週六跟週日的時候都會停在那個榜上 當然其實這會有另外的風險 就是 那表示 那個週末其實會卡了非常多遊戲 如果大家都週一發的話 那個週末會卡了非常多的遊戲 所以 這邊也是一樣有一些 有一些那種 預判你的預判的那種 情境 就是大家可能要 呃 去詢問就是實際上有操作過發行的 的開發者 或者是發行商 看他們 對你遊戲怎麼建議的 那只是說 他會覺得其實 在週一發行是一個很 就是 制度上來說是一個很好的 呃 狀況就是 因為你週六週日 你的 你的 遊戲就會出現在榜上 假設你可以進這個榜的話 那你週六週日就會連續停兩天 對 那這個其實剛好我是 突然間想到可以岔提一下 就是 我們在巴哈發新聞稿的時候 也是會有一樣的 的技巧就是 你就盡量想辦法讓巴哈在 禮拜五晚上 看你的新聞稿 你的新聞稿 你的新聞稿就會在週六週日停兩天 對 這是一樣的道理 對 那 第三個重點就是 絕對不要忘記在發行日那天 自己按下那個綠色按鈕 你一定要 對 因為 因為有些人會說 欸你不是有一個綁交座即將 這個發行新品 就popular upcoming 然後他結束之後 應該會直接接到熱門新品 就是直接會接到new and trendy 他說其實實際上是下面那張圖的情況 你如果沒有去按那個按鈕的話 你的遊戲就掉到黑洞裡去 它就會消失 它不會自己發行 所以有些第一次發 沒有按過那個按鈕的人 會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覺得說欸 我遊戲可能是在我睡覺時間發行的 我就去睡覺 然後 你早上起來就發現你遊戲怎麼沒有爬出去 對 這個會有點可怕 那他有提到說其實 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遇過這個bug 他說Steam那邊有一個 就是發行日的bug 就是你可能會到那個時間點 你都已經按 你都已經按下發行了 遊戲確實有 變成開賣的狀態 可是在遊戲頁面上 沒有購買按鈕 喔購買按鈕沒有出來 那如果你遇到這個情況的時候 你就趕快去敲那個 就是Steam support 趕快去敲那個 技術資源 敲到它行就對了 對 然後 所以 所以 理想上的話應該是這個模式 就是 一個榜 你如果你可以進這個 即將熱門 即將上架熱門新品 然後 你接下來 到發行日之後 就會進入熱門新品那個 另外一個榜 那這個榜 剛好它的順序就是相對的 就是 一邊是 越接近 越接近那個 發行時間你的榜名次就越高嘛 那相對的 在熱門新品裡面 就是已經發行的遊戲 你 離那個發行日越遠 它就會越往下移 就是 你會慢慢從那個榜上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就往下移 這樣子 那 根據這一點 那Chris就推到下一個 我覺得這也是蠻 蠻反直覺的點 不過這也是一樣 就是要預判你的預判 那種情況 就是說其實呢 在大做發行的時候 因為 很多人會認為說 反正那個榜是空的嘛 就是大家都閃 像星空要發行的 大家都閃星空 所以星空那邊就是 只有一款作品要發 根本就沒有跟他 沒有人跟他同時發 連在他前後幾個小時發的 都沒有 那這時候你去站那個位置 你就可以跟星空 一樣一起往上移 所以他就說 就是 你可以跟著星空一起進去 然後你再跟著星空 一起出來 那實例就這樣子 就是你看到 他就有一款遊戲 叫做那個 Chill Aquarium 你看到他在那個 popular upcoming 那個慢慢往上移 他就一直跟在星空後面 然後 當他們兩個都同時上架之後 他就排在星空前面 就是他會跟星空 就是能見度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款遊戲 現在應該就是 也是賣到幾千評價了吧 就是 其實就是 可能應該遊戲本體也很不錯啦 但是 總之就是 策略有成功 好 對 那當然 這種東西就是你很難預測 你本來就很難預測 你有可能遇到很衰的情況 像遇到什麼情況 其實就是兩三個月前發生的 對 就是 那個美商藝店就是 出了一堆那個複科遊戲 要全部都丟到 其實 其實台灣大禹做過類似的事情 然後那個什麼 那個 宇君奧丁也做過一樣的事情 就三國全英轉 砰 一到十代全部上去 就是 會出現這種事情 就是你本來覺得 沒事嘛 我就想要等等我遊戲上榜 然後突然就看 怎麼一排十個遊戲一起上去 對 然後你就被洗掉了 對 就是 有時候就會踩這種坑 那也沒辦法 就是 這個東西沒辦法預判 就是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資訊 對 那 有些 開發者也會擔心說 欸 我的遊戲跟星空同時發 那大家都會爆星空啊 不會有人爆我遊戲啊 對 就是說 but press won't cover you 對 可是 這邊就講到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提到 的 那個 所謂的Steam的秘密 這個秘密是什麼呢 就是 Steam的流量 大於其他所有人 所以 沒有新聞報你就沒有新聞報啊 Steam有讓你出現在榜上 遠大於 這個重要性遠大於你被 什麼媒體報導 對 那再來是 呃 就是 呃 有時候 Steam現在不是會 每年會固定推 它會 應該是每年會更新一次那個日曆 就是它會每年都排定 就是說什麼類 什麼特定類型的促銷活動 它就是有一個 Steam圈圈類型Festival Steam圈圈類型Festival 有一大串 那 因為這個 這個篩選過程是 自動的 就是Steam會直接 根據你的遊戲頁面上的那個作品 的那個類型TAG 去分析說 你能不能 你的遊戲有沒有 符合參與這次活動的資格 那 如果你覺得你的遊戲其實應該是有資格 但是因為你的TAG沒有調整好的話 你其實可以在調整好TAG之後 還有你調整好你的遊戲作品敘述之後 重新去 跟Steam提起 就是說 欸我的作品其實是應該要在這個 這個節日裡面出現的 那 你在那個Steamworks後台其實是可以去 做申訴的 然後再來就是 呃 請和緩的就是友善的去講這件事情 不要用謾罵的方式去講 然後也不要說謊 但是講不要說謊這件事情 其實最近我們也是看到不少案例就是 有人的TAG一直換啊 就是 對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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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那什麼 雀魂好像 是雀魂嗎還是誰 對我就是雀魂嘛 就莫名其妙一直換TAG 對就是 對就是 他那個TAG其實也 他的認定方式其實也沒有一個很 嚴謹的方式 所以 你在一些模糊地帶 你可以去 確實可以去故意插邊球 沒有錯 那你就看他們多賺到一兩次 Festival 不要跟官方鬧 對 確實不要 不要故意去跟官方鬧 是沒有錯 因為Steam真的不爽的話 就BAN 對 所以這個還是要 就是 小心操作 但是如果你真的覺得你是被冤枉 你說欸我本來就有一個策略遊戲 怎麼在策略遊戲節沒有出現 那你就想辦法 調整好你自己的TAG 然後調整好你的作品 然後想辦法去跟Steam 那個技術資源那邊去提 提說你要想辦法爭取 這樣子 對然後 就Chris的這場演講到第二段 他就講到什麼叫做real Steam 就是剛剛講到Steam有兩個商店 所以有一個是表面的Steam 有一個是真正的Steam 然後他講說真正的Steam就是那個 那6%就是 那 就是營業額在 top6 6%的這6% 才是真正的Steam 那理由是什麼 等一下後面會比較詳細的解釋 不過因為他 他就是第二篇演講 只是講說 How to get into real Steam 就是你要怎麼樣去擠升這個 top6% 這個最前段的6%這樣子 那 因為這是另外一個演講 我現在 我在簡報的整理上 我就故意把兩個演講整理起來了 所以我就直接跳說 How to get into real Steam的這一段 對那 這一段他就在講說 Steam現在有一個新的 就應該說 因為Steam的演算法的 呃 怎麼講 Steam演算法的資訊 被大家分析理解之後 大家開始意識到說 遊戲的行銷跟推廣 不能用以前傳統的做法了 好 那所以他就有分一個叫 Old Meta 一個叫New Meta 那 Meta這個詞不是那個 臉書那個Meta 這個Meta就是 對 就是強勢策略 應該直接講 就是強勢策略 就是傳統的策略是說 呃 我們就是 埋頭苦幹嘛 然後 小心保護自己的資訊 不要被別人知道嘛 然後 等到適合 因為你有時候會怕說 其他廠知道 就先抄襲啊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你反而在開發過程中 就會先把很多資訊都 隱藏起來 然後適合的時機 再發個試玩版 適合的時機 再發個新聞稿 慢慢往上推 然後理論上 你推到 發行 要發售的當天 應該是你聲量最高的時候 但你聲量 之前應該都是聲量很低的情況 這是傳統狀況 然後說 他就比喻就是說 這很像那個 聖誕老公來發獎品 來發禮品 那種感覺一樣 就是 就是這個 聖誕老公就說 小朋友要乖啊 你乖乖的 我就會在聖誕節那天 就是發給你大禮這樣子 就是傳統的行銷思維 叫traditional games marketing be good 對 他說什麼叫new meta是什麼 new meta就長這樣 就是 你要隨時都在hype hype到爆炸 對 make Santa cry這樣子 然後這叫做new meta 對 那 這關鍵是什麼呢 這關鍵就是說 因為 那個Chris他在幫很多作品 做行銷顧問的時候 他其實就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一直一直收集 就是譬如說大家的流量啊 然後 閱覽數啊 或是說像 願望清單的轉換率什麼 之類的這些資訊 那他就有 在之前針對他的客群 有先去做過一次調查說 請大家回報你每週的那個 就是作品頁面的閱覽數 那而且這個是 呃 有機的狀態 就是他是自然流量 他不是你在做任何促銷的時候 出現的流量 所以 基本上Steam會把 你的 就是Steam會把所有的遊戲 大概分成三大區塊 就是基本上 有一塊 最左邊的那個 濾框框起來就是 所謂的被 被拘胖這個保佑的區塊 就是說欸這邊 自然流量非常好 他天生就有很多好的流量 那 Steam就會特別喜歡這些遊戲 就Steam演算法會特別喜歡這些遊戲 然後 黃色區塊就是有潛力的 但是 不一定 會被Steam百分之百挑中 那這些就是你可以自己 稍微多加努力 那可能擠到綠色區塊去 然後 紅色那一塊 對Steam的演算法來講就是垃圾 就直接就是垃圾這樣子 所以大概是這樣 就是 你如果用 剛剛 因為剛剛那個是每週的 自然 瀏覽率 瀏覽次數 來做這個判斷 然後他也可以用 就是實際上上架後 玩家的 評論數 來做這個很簡單的區分 那基本上就是 你的評論數大概在 可能十幾二十 或是你連死都不到 基本上你會 會直接被Steam演算法 認為你是垃圾 就是他 完全不會對你做任何推廣 那 以下可能就是越來越好 那 這就是說 你 想辦法取得曝光的目的 其實是希望Steam給你更多曝光 就這個邏輯變成是 你要反過來思考 你要用什麼方式 能讓Steam給你更多曝光 而不是單純說 我想辦法做一些活動 來讓我的曝光率上升 你是要想辦法 符合某些Steam的條件 讓Steam給你更多曝光 那他這邊舉例了 幾個最常見的區塊 其實就是第一個 是那個發現柱列 叫Discovery Queue 我不知道 在場各位 自己有沒有在常常使用Discovery Queue 其實我自己是沒有 那但是 就很多開發者反應的數據來說 Discovery Queue 確實是很大的流量來源 然後第二個就是像那個 更多類似這款遊戲的那個區塊 就是某款遊戲的作品頁面 底下會推薦類似遊戲 那那邊也是一樣 你能見度到一定程度 你才有機會在那些地方被推薦 那Steam其實 剛剛有講到這些很多資訊 其實是Steam官方就有提供的 包括在Steam文件上可能就會寫 那Steam其實在最近 好像也是一兩個禮拜前吧 他才剛整理一篇文章 就是Steam從去年到今年 其實有三四篇影片跟簡報 就是Steam官方整理的 就是最佳實踐方式 那其實有一篇Steam Steam support上面的那個文章 大家可以直接去看 其實這篇裡面就有講到很多 基本關鍵資訊 那重點就是說 Steam他就是會用各種方式來評估 玩家對你這款作品的興趣度 到底高不高 那興趣度高不高這件事情 要怎樣來 就是 就是 算是一步一步轉換 那其實基本上就是第一個 你做的任何行銷宣傳行為 目的就是增加曝光率 那增加曝光率之後就是 再進一步就是增加 因為曝光率的上升 所以就是進一步增加你的願望清單的上升 那願望清單上升其實就是 大概後面所有邏輯的關鍵 那 這邊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 曝光率本身 就是瀏覽 頁面的瀏覽次數本身是不重要的 就是Steam不會去算你的瀏覽次數 可能是你的遊戲頁面瀏覽次數有100萬次 這個不重要 你1000次跟100萬次沒有差別 那有差別就是說 到底多少人真的按了願望清單這件事情 因為按願望清單這件事情 有需要真正登入Steam來做 那這個數據才會是準確的 然後第二個是 那個 瀏覽率到願望清單 這一段的轉換率其實也是不重要的 基本上在發售前唯一重要的資訊 就只有願望清單數量 那他這邊有一個舉例就是說 像 外部 開發者自己做的 或是說發行商自己做的一些活動 導致外部流量上升 然後外部流量上升 如何導致 發現柱列帶來的流量也上升 他就可以看到這個圖這邊的描述 就是這款遊戲在9月17號的時候 有一個 有因為那個 就是實況主玩遊戲的demo 玩試玩版 而導致有一個很 算是蠻明顯的外部流量進來 那這個外部流量進來之後 隔天 那個發現柱列的 發現數量也上升了 就是隔一天 就是 因為有前面這個 外部流量 導致了 發現柱列也 開始推廣你的遊戲 那 這個東西他 其實也沒有很明確的公式說 怎樣才會到發現柱列上 這個其實是目前還沒有被 明確討論定義出來的數據 那 Chris他做的調查方式 比較 還是算是比較基礎 他又只是問 那個 Chris就只是問所有 他認識的Steam開發者就是說 欸你們會不會給我一些匿名數據 你們在 呃 上發現柱列之前七天 七天之內 呃 具體上來說做了 就是你們的數據長像什麼樣子 所以他就是 去問了兩個數據 一個是 瀏覽數 一個是願望清單數 就是 他就去問說 欸你有上發現柱列 那請你去看你七天前 到 上發現柱列那一天 這七天中間 獲得了多少新的願望清單 他就是看一個 就是真數這樣子 因為他 他推測 這個 會能夠上發現柱列的關鍵是 短時間內 出現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流量成長 那所以 其實這個七天 不是任何 Steam官方文件的 標準 或者是 規範 他這個是 他這個是他調查的方式 因為他先認為 應該是 跟真數有關 所以他就是定了一個 隨意的時間區段 他就去調查說 欸 每一個開發者你的作品 在七天之前 這七天以來你的願望清單 增加了多少 所以這個七天只是他統計的方式而已 那 這邊就是說 他講到前面講的這段重點就是說 第一個是你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的 一些行銷推廣行為 是在短時間內可以觸發一個相對高的流量 然後 這件事情基本上會讓 Steam的演算法意識到說 欸 這款作品的流量上升了 也許他值得推廣 那 他甚至有直接去問 那個 Steam官方說 欸 為什麼有些遊戲 有拿到這麼多瞬間流量 然後有上發現阻列 那有些遊戲 有拿到 接近程度的那個流量 但是他卻沒有上發現阻列 就是 Steam 那個Steam在 今年還是去年也有相關的 那個像是 在GDC的討論這樣 然後Chris有現場去提問 然後Chris是說 那個Steam官方人員給他回答 是說他們也不知道 對 那其實這個有兩種可能啦 一個是Steam他真的不知道 就是 那個是一個演算法寫出來的機制 其實你很難去解釋 演算法為什麼會這樣做 因為他有很多不同的條件 那第二個是Steam官方人員知道 可是他不願意講 不願意講也有可能 因為如果你 如果確實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去 想辦法去 玩那個 就是你可以去挑戰那個機制 那也不太好 所以 這個不曉得 可能是 真的不知道 或者是 假的不知道 好那 那接下來 再來 那個 Chris就把這種 瞬間產生大流量的這種 行為 就是叫做產生一種衝擊 這樣一個shock 然後 通常有兩種形式 兩種類型的遊戲 可以產生這種衝擊 就是你要怎麼樣 用你的遊戲的特色來 創造短時間的大流量 在Steam上的 那就是只有兩種 一種是 就是很好看的遊戲 一種是 要玩了才會覺得好玩的遊戲 就是 基本上 基本上可以分成這兩大類 那 第一類是什麼 像這款作品應該大家都有 不管在 TikTok 還是在 在Twitter 在YouTube上 應該都有看到推相關的這個作品 就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開發者去研究那個 怎麼樣 有機的 然後用程序化的方式去產生 成 那個 就是那種歐式的村莊跟城牆 對 它其實是有點像技術展示的內容 但是那個東西 它其實吸引了非常非常大的流量 那他定義 就是Chris就定義說像這種遊戲 像這種類型 就是 可以被視為叫做Beautiful Game 就是可以 單純靠視覺或者是動圖 就很快吸引大流量的這種作品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是 像你的作品 靠著很精美的 某一種 就是畫面展示 它在 那個 Reddit上面 就直接拿到73 73K就是7萬3千個那個 點讚 然後他 就是他有直接去問這個開發者 他就說 那73K的upvote 轉換出多少個wishlist 他就轉換出了1萬1千個 就是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那個 就是 這樣的效益是什麼 那這邊我也要插題再講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台灣也是曾經有作品 在 在Reddit上面拿到 我記得應該有超過100K吧 就是10萬個以上upvote 可是那款遊戲在 上Reddit的那個當下 它是沒有頁面的 所以就沒有冤枉清單 那 那個東西就拿不回來 那個東西是你追不回來的 就是 你要做任何類似像Reddit這種操作 任何 社群媒體上的操作的時候 你一定要確定 有call to action 可以導引流量到 你的冤枉清單上面 如果你沒有導引到這一段 那 你前面做的事情就是全部浪費掉 對那所以 他說 他就直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就是一樣是 畫面 優美的遊戲 可以直接靠畫面吸引人的遊戲 他的 冤枉清單長相為什麼樣子 他就說 像這款遊戲 Momento 他在 剛上架 那個Steam夜面剛開張的 每幾天 他就參與了一個活動 然後就直接拿到了 就是每天上千個冤枉清單 然後其實之後很快就掉下來 然後有一些 網紅就開始又 針對這款遊戲做一些報導跟試玩分享 然後開始那個 就是 用望清單的流量又開始往上增加 然後到後面有一段就發現說 他其實沒有做什麼事情 可是 用望清單每天的流量就很高了 那邊就已經變成是進入 Steam演算法的階段 所以他就可以給你看說 這類的遊戲 大概他的 你可以很前期就轉換這種 用望清單 就是 到你的遊戲裡面 是 大概是這個情況 那所以這種 Beautiful Games 就是說他可以很早期 就去創造這種衝擊 就是 你很快就可以得到這些流量 然後很快就可以得到這些流量 用望清單的轉換 然後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有沒有放demo 不見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已經拿到那些流量了 這個是蠻重要的 就是 你已經 你想辦法去 做任何形式的宣傳 或是做任何形式的試玩 最終的目的其實都是 應該是要導流到 你其實 用望清單的轉換上面 那如果你用望清單 其實本來就已經很高了 那其實有沒有demo 也許不是很重要 所以 他就把那個 開發歷程大概可以畫成這樣 就是 你的作品 一開始 Steam面面開了 然後你去測試到 你去想辦法測試 你 你是不是一個被市場認可 叫做 看起來很漂亮 光用視覺就可以吸引人的遊戲 那如果是的話 可能就在這邊 就可以得到 足夠多的關注 那 具體上來說 要怎麼樣去做測試 就是 大概在Steam 頁面開張的 那前後一個月 你就花一個月的時間 去做這個測試就好 那他有提出很幾個 很具體的 參數去給大家 這個參考 這個當然是他自己個人的經驗累積 那不一定準確 但是 大家可以 你至少可以用數量級的範圍去做一個 推估嘛 那第一個是說 你的遊戲發一些簡單的動圖 或者是視覺宣傳圖 他在推特上很快就可以拿到 一千家的 點贊 或者是你的TikTok很快就 就是幾十萬瀏覽 然後 你的願望 你的那個發現助列 就是 你做這件事之後 你的願望助列也是很 那個 應該說發現助列 就很快就是 你的遊戲就出現在發現助列上面了 你可以去看你的遊戲什麼時候 你的發現助列有那個很明顯的 那個很明顯的 往上跳的那個情況 你就可以知道說你的 那個 遊戲視覺 或是遊戲概念本身 有沒有吸引到玩家 然後再來是你 理論上你的 這個 每日 自然的 這個 願望清單流量 應該要每天增加一百個以上 然後也有 或者是說你的 這個 遊戲 在YouTube上的宣傳片 很快就拿到 就是好幾萬 甚至十萬 以上的那個 閱覽次數 那這些東西 就是 不是說 就是它等於像是一個 信心指數吧 就是你如果 五個都達到 當然就信心程度很高 如果你做了五個 只達到兩個 或三個 那可能就信心程度中等 那你可以自己去判斷 那重點是 最後的目的 就是要導到 前面它做的那個調查 就是說它做那個七天調查 就是 有在發現 柱列上出現的遊戲 他們在 七天內 這個短時間 瞬間拿到的 願望清單 總數 的那個 中位數 大約是三千五百個 所以它就說 你這個應該是你 做這些事情的目標 如果你達不到那個目標 那就代表你的遊戲 可能沒有辦法單純靠 視覺概念就吸引人 那 所以 就是說 如果你在社群平台上 或是做各種相關的那個 行銷推廣促銷 就是 達不到那個轉換效果 那接下來就代表說 你的遊戲 不是第一 剛剛講的第一種遊戲 你就要變成 把你自己的遊戲 當成第二種遊戲來思考 那這個就是第二種遊戲 就是 要需要靠demo 才能做轉換的 那這是另外一款遊戲 叫Moth Factory 它的 願望清單長這樣就長這樣 就是 你可以直接看到 紅色鍵頭那個點 就一定是它demo發布的那個時間點 我覺得demo發布之前 就幾乎都沒有流量 demo一發布 哇流量衝上去 所以它說基本上就是這個概念 你一開始先測試 你自己的遊戲 用視覺跟概念 是不是就可以吸引到足夠流量 我想 如果不行的話 如果不行的話 然後你可能會想說 我可能 頁面開了 假設譬如說 我希望我頁面開了之後 一年後上架 然後我可能說 我六個月才會發 或是我九個月才會發demo 但是如果你在頁面開了之後 一個月內 你發現 完全沒有辦法達到 你想要的用望清單轉換率的話 你下一步的做法應該是 想辦法把你的demo提前 這邊是Chris的建議 那他就說 為什麼demo要提早 那 他的這個 呃 給的理論邏輯是 就是 YouTube的 那個 很肥的腸胃的這個概念 那 直接看圖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 假設你的遊戲 今天你做了這個demo出來 發給不同的試玩者 或者是實況主 然後網紅之類的 那你今天 發給了 假設今天有 五個人十個人都cover你的作品 你都有在這些頻道上被試玩 那那些 總瀏覽次數 其實它是會有疊加效果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 你真正的總瀏覽率 其實是一個 很厚的 長尾 那這個長尾 其實 是 你steam 累積用望清單 你要想辦法長期累積用望清單 一個關鍵 那 他就直接把 就是所謂新的 行銷策略跟舊的行銷策略 直接在這個 在這個面線上拿來做個對比 就是在舊的概念上 下面的時候 是說你前面 你可能就是 只有做很少的行銷宣傳 有時候你覺得 我準備好了 我才做一次宣傳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發現你的前面有 就是即使你後面遊戲 確實也很紅沒有錯 可是你遊戲前面有很長一段 就是 算是失去的時間 就是空窗期 你失去人間 應該可以轉換 跟應該可以獲得關注度的時間 對 那 在新的概念來說 就是你盡可能想辦法 越早讓你的遊戲 一開始就獲得 演算法關注是最好的 所以就是假設你的那個 你的那個long tail是非常厚 而且就是可以延長到 就是一開始就可以創造出來 然後它延長的那個面積底下 那個其實都是 實實在在瀏覽數 那它 累積到你要 發售那一天的時候 其實你能夠 獲得的 自然瀏覽數 或自然關注度 其實一開始的起點就很高 而不會像很多遊戲 你可能到發行前 一兩個月 甚至一兩個禮拜 才開始有大曝光 那你的曝光等於是 從那個時間點 才從0開始算 那其實就很低 對所以它拿那個也是 前陣子商家 應該是去年的作品 那個Peglin 他說Peglin的demo也是很成功 你就你也可以 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它哪個時間點發demo的 就是 那個紅色跟綠色交界 那個時間點 就是它發demo的時間點 那理論上你要盡量 把沒有demo的那個時間 盡量縮短 那所以就是 這是第二種遊戲 叫做一定要玩了才知道的 這種遊戲類型 一樣 目標也是 看能不能7天之內拿到 就是你可以在 有穩定的7天之內 你就可以拿到3500個願望清單 其實這個 目標還蠻難達到 以 沒有上架過遊戲的開發者來說 其實 7天要累積3500個 其實難度相當高 那 但是一樣 它下面看的幾個 關鍵的那個參數也是 第一個是 你的 你的那個發現柱列 有沒有 確實有 有被喚醒 這是第一個 然後 第二個也是 然後最後面那個也是一樣 就是 你希望達到的目標 是每天 自然的 願望清單流量 有超過100個以上 那 中間兩個就是 針對 試玩才知道的這種遊戲 的特殊的這個 判斷標準 第一個是 你的試玩版能不能 中位數遊玩時間到25分鐘以上 當然這個要看你的遊戲本身 是 能夠做多長的demo 其實這個可能 每款作品的狀況也會不太一樣 不過它自己抓的 中位數是25分鐘 然後再來是 你看那些有 被你推廣到的實況主 或者是 你根本就沒有推廣的實況主 他們有沒有自然的來玩你的遊戲 玩你的試玩版 然後而且是一直回來玩 那這些都是可以參考的關鍵 那後面就是一系列關於這個 就是 很多人會對於這種提早demo的一些質疑 那他就是一一去解答這個質疑這樣子 那第一個質疑是說 如果你太早發demo 那 玩家可能對你的遊戲已經 就是 我已經玩過了 可能就不用買的那種感覺 或者說搞不好 你遊戲很好 可是你的demo不太好 那你的demo不太好 是不是導致你最後遊戲不好賣 他會舉這個例子 那他說大部分的人 有這個邏輯的 數據的來源依據 是一個2013年的 的分享 那 當然那個時候有那個時候的市場現況 那他是說 他當時的那個分享是 某一個 接受 微軟 委託的單位 去 去分析說 那個 Xbox遊戲 在 有demo 有宣傳片 然後或是沒有demo 沒有宣傳片幾個組合情況下的那個 瀏覽率的成長 然後你會發現說 只有宣傳片其實瀏覽率最高 就是那個瀏覽率累積是最高的 然後 如果你有 試玩版跟有宣傳片 反而是低很多 然後如果你只有demo又更低 那你好像就說 那唯一 要避免就說 就只有說 我沒有demo也沒有宣傳片 這個是最差情況 可是你會說 欸我好像只發宣傳片就好啦 我不要demo嘛 對 可是他說這個是 就是十年前以前的數據參考 其實這個 現在的情況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並不是一個實況主 或者是一個YouTuber玩你的遊戲 然後他去影響一個人 或者是你的目的只是為了影響 那一個單一的實況主 真正的邏輯是說 你讓一個實況主玩你的遊戲 有些他的觀眾 他看了這個試玩的內容 他甚至自己 那個觀眾他本身可能沒有去下載試玩版 可是他也許會隨手去點一下用用清單 那如果他隨手去點一下用用清單 這個行為累積數量有夠多的話 Steam這邊的演算法有可能會注意到這一點 那Steam就會用演算法把你的作品再推廣給別人 然後這個時候再被推廣到的那一群最後那一批人 他跟最開始那個實況主已經完全沒有關聯了 所以不會因為那個實況主 對你的遊戲是負評還贈評 還是說那個實況主玩得好不好 或是說那個實況主 他玩家的反應如何 而就完全決定了你未來有沒有機會拿到 最後面那一批玩家的可能性 這其實是很多段的轉換 然後他舉的另外一個例子是這款叫做 Zero Sievert的遊戲 他說這款遊戲 在2021到2022年的時候有連續兩次被一個蠻知名的實況主 叫Splattercat去試玩 然後其實他那個紅柱是那個就是願望清單的轉換率 紅柱是願望清單轉換率 然後藍色是每月累積的願望清單總數 然後他這邊只是要強調說 其實願望清單轉換率一直都差不多 可是當願望清單累積到一定的數量之後 你就會發現願望清單的那個增數就開始自己上升了 那個就是籃柱其實到很後期才出現 然後但是他出來之後就不會消失了 對那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是說 欸我的遊戲可能是那種 一發唸他的那種遊戲 就是這種遊戲你發demo完了就沒了這樣子 那所以他有一個舉例是 好像有一款遊戲叫做就是不要尖叫 如果你看到什麼被嚇到你尖叫 他可能是用麥克風讀取的那種玩法 對你叫了就輸了這樣子 對就是反正沒有 這個遊戲可能唯一的可可玩點就在這裡而已 然後像這種遊戲能不能做demo 那他確實說這樣子類型的遊戲 確實可能你要考慮可能不要發demo比較好 但是對於他舉例的這款Don't Scream來說 他說剛好因為這款遊戲他自己 就是恐怖遊戲很容易做病毒行銷 然後這款遊戲就是又很有梗 他很簡單很容易懂很有梗 所以他很早就已經拔到wishlist的衝很高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發demo 他反而落入了前面類似那個beautiful games那個狀態 他已經獲得他已經在很前期就獲得很高的願望清單數量 所以他不要發demo也沒差 對他說這個兩個禮拜內就 遊戲頁面開張後兩個禮拜內就拿到13萬願望清單 對那另外一個是如果你是有demo的遊戲 然後那你要不要把demo 譬如說試玩一個月之後 你要不要把demo撤掉 那其實這邊有兩個考量點 他現場這邊他在演講的過程中 考量點只有提到說 上架前的情況 因為以前我記得也是有聽過一個理論說 你遊戲上架後 遊戲頁面開張後 你可能譬如說決定可能三個月後 六個月後把demo放上去 可是你demo不要一直放到發售那一天 你的demo可能譬如說我放個兩個月 一個月就拿下來 以前確實好像有類似這種說法我以前有聽過 對那他是直接舉例說不要用這個方式操作 因為他也是舉另外一個例子 也是一兩年前很有名的 叫Domekeeper 他就是上架之後 他頁面開張之後就一直把demo放在架上 然後你會發現有很多demo的自然導流是間隔非常長的 就可能兩三個月後才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尖峰 那如果你在某一個過程中 在這個時間點中間某一個時間點 你就把demo拿掉 那你後面的用方清單就都轉換不到了 對所以就是他會建議說 無論如何就是demo應該一路放到上架至少 那我後來是有私下去跟他問一個問題說 那有些人會講 是不是發售後就把demo拿掉比較好 因為我們其實有認識開發者就是 他有實測數據是他上架後 應該是幾天內發現其實銷量沒有什麼樣的好 然後他有去跟發行商抱怨說 其實你是不是忘記把我的demo拿掉 因為那個開發者一開始有要求把demo拿掉 然後發行商一開始沒有做 那後來總是隔幾天之後有做 然後同時確實把demo拿掉之後 遊戲的銷量有上去一些 可是這個就 因為是單一例子 我也不確定說這個有沒有足夠 那個統計價值或參考價值 那 Chris對於這個問題的回應他也是很單純 就是說你應該可以做測試 就是你可以 遊戲發售後一段時間把demo拿掉 看是不是銷量真的有上升 那你可以再測試說 假設我把demo拿掉之後 可能過一個月我再把demo加回來 是不是遊戲有明顯的因為這樣子遊戲效能下降 就是這個其實是可以做一些AB測試的 那他這邊有做一個 也是簡單的幾個問題整理 就是關於demo的 就第一個是要不要把我demo拿掉 就剛剛講了 就是如果你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做測試 就是一個月再加上一個月把demo拿掉 一個月再把demo放回來這樣 就是你可以去看到底不同區間 市場或是玩家群對你的反應到底是什麼 那第二個是 第二個問題大概現在應該不會有人問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 那個 新品節就是要參加上架前最後一個才對 那 但是 Chris其實是有給另外一個理由 他的理由其實是說 因為現在太多人參加新品節 新品節那個曝光度其實是被非常的擠壓的 那太多人想要去搶新品節的這個空檔 所以代表你 你的遊戲有沒有參加新品節 也許對你的幫助不是很大 那這個現象也是有在最近的一些開發者 我們自己認識的朋友裡面有反映出來 就是 有些發言商或是有些開發者 他已經考慮甚至連新品節都不要參加了 因為他覺得反而參加新品節對他一點幫助都沒有 就是他參加新品節對他一點幫助都沒有 也是有這種情況 但是我覺得這個就是看個案 你自己去決定這樣子 那通常還是會建議參加上架前的最後一個啦 理論上是要 因為你不參加也沒有好處 我這個認知是這樣 不過等一下可以請有經驗人來分享 然後第三個問題是說你的遊戲如果是一個很短的線性遊戲 他能不能做demo 像不是很多人說我遊戲時長兩個小時以下 人家玩完都會退款了 那這種情況下還要發demo嗎 對 那 就是 Chris的建議是說還是可以測試看看 不見得一定要或不要 但是這個東西就是 因為他也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以參考 所以 假設你發現demo放上去 然後願望清淡沒有如想像中的上升 那就拿掉 那這個一樣就是回到剛剛那個講到的 Steam官方其實有整理很多官方的建議跟資料 那 在這個裡面 就是 Steam那邊就有強調一點就是說 你不要去擔心 因為你的demo反應不好 譬如說你demo也會有那個遊玩時數嘛 剛好講到中位數遊玩時數是一個 你可以去參考的指標 那你也可以去參考說 也許 有些玩家可能對你的demo評價很差 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些東西你可能會 以開發者的角度來說可能會擔心說 會不會我在 玩家面前留下壞印象 或者說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壞印象 導致了Steam的演算法給我壞印象 那官方其實有很強調的解釋就是說 Steam永遠不會給任何遊戲 就是這種透過演算法而附加的 就是負面分數 就是 Steam不會說你這款遊戲轉換率都一直很差 我就都一直不推廣你 就是Steam不會做這個事情 那 當然這邊有個例外 例外是你 被Steam人為的來提醒你 你觸犯了某些Steam說會ban你的那些事件 然後你不改 你還想要去框Steam說 我沒事我沒事 那Steam最後真的ban了你 那你就掛 你這個帳號就掛掉了 對 我這邊強調的是說 是演算法本身 不會去負面的去扣說 你的用完清單轉換率很差 還是你的用完清單流量很差 我就 故意一直都不推廣你 就是Steam的演算法 不會做這件事情 好 那他們也有說 可是你在發那個demo的時候 通常是一個蠻大的更新 那通常是這種蠻大的更新 就是這種消息發布 通常是發行商會想要做的 那你如果做掉了 是不是發行商就沒得做 那 Chris的建議是說 你可以在給發行商 你可以在 你真的要發demo之前 先對發行商提案 你先提案一輪 看發行商願不願意來跟你談 那如果你發現說 沒有發行商有任何興趣 那就代表 你的作品其實也沒有需要 在這個時間點去甘心發行商這件事情 你就總之就是demo先上就對了 因為你demo先上 如果你拿到了 就是好的自然流量 其實這件事情也會讓發行商 對你的興趣度會上升 所以 你反而是用這種方式 可以去吸引到新的發行商 而不是去該擔心說 喔會不會我把發行商能做的 一些重要事件已經做掉了 所以發行商就不想跟我談 就不會有這種事情 好那 最後一個問題是說 那這樣我一直 事前做推廣啊 事前一直做什麼版本 那個demo就一直做版本更新啊 然後一直用demo來做一些行銷事件 就這樣子會不會玩家對我來講 就是 玩家對你很反感 就按怎麼一直出現 遊戲又不能玩 遊戲又不能買 然後其實沒有這種事情喔 那 他舉的這個例子是 有一款遊戲叫 Cosmotear 這也是一個 前一陣子滿紅的遊戲 算是賣得很好 我覺得應該幾萬評價了吧 那他們的作品是 2018年就開Steam頁面 然後他們好像也是2018還2019年就放demo 我有去查他的SteamDB的資料 他的demo 就是他的最早資料只能回收到2019年的某個時間點 確實他的demo是在2019年的那個時間點就存在 而且一直放到現在都沒有拿下來過 然後這邊的紅色柱是 那個願望清單轉換率 你就發現願望清單的轉換率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下降 都很高 沒有說一定很高 就是說 他的願望清單轉換率都是一直很穩定的 大概在20%上下 對 那 那個 他的願望清單的那個累積的總數 確實是在發售 因為他的遊戲是2022年 發 才發搶先體驗 所以他確實在2022年 他那個表格的最後面最右邊是2022年的幾個月份 他確實在那邊的wishlist就暴衝很多 因為他就是那個時候他已經在推上 那個early access上架了 那個時候的wishlist的總數上升很多沒有錯 可是他強調是說願望清單的品質 或者是願望清單的轉換率其實從來沒有下降過 對 那 再來的問題就是說 好 那 我們已經知道什麼是new meta了 那什麼時候開始要執行這件事情 什麼時候要擁抱new meta這樣子 那就兩個關鍵點 第一個是你的遊戲 已經有看到就是很漂亮的內容 很漂亮的畫面的時候 這個東西其實不見得一定要是 呃 就是可玩版的實際的解讀或什麼的 也許也可以是遊戲的某一些 反正可以吸睛的動圖 或者是美術素材什麼 這個實際也可以是考慮範圍之一 然後再來是你的遊戲已經有 已經可以剪得出很好看的 宣傳片的時候 不是實際的遊戲玩法 而是說你的trailer是 可能是有些行銷宣傳 可能有些假的畫面在裡面的狀況 應該也可以算在內 就是可以做出好的宣傳效果的影片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可以就是考慮發動這個事情 那也會有開發者怕說 你會不會就是對玩家過度曝光 就是有沒有一種概念叫過度曝光的情況 那Chris說完全沒有這種事情 這邊可以提到以前 很久以前就有人提過一個理論叫做 就是The 0% Theory 就是你的遊戲只需要Steam上的0%玩家 就可以養活你的團隊 因為Steam的總玩家數量 他隨時在線數就是2000多萬人 這是在線數喔 這不是總數 在線數2000多萬人 這是一個非常誇張的數字 你永遠不可能把這個 這個族群就是 弄到每一個人都對你厭煩 這是不可能的 然後 對 然後他舉的就是說 連星空這樣的作品 在發售當下 他的流量最大的時候 他頂多也只是Steam的3.4%流量而已 然後另外一個例子是 GTA5到現在都還在Top Seller版上 表示現在都還有很多人一直在買GTA5 就是完全沒有那種邏輯說 我的遊戲可能會太多人看過 就大家都煩了沒有這種事情 好那 他其實也強調 他最後其實強調 就是Chris最後強調的一點是說 其實 這個東西也不是最近才提出來的事情 很早以前 其實很多獨立開發者早期 就已經是用這種方式來做了 像很知名的獨立遊戲 Spellonkey 他最早就是在一個 遊戲開發者的討論版上面 直接把他的 就是完整版遊戲就直接丟出來 免費丟出來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遊戲 受到很多人的歡迎 他們才決定做一個HD版 然後出在Xbox上面 就這個邏輯其實很早以前就有了 然後還包括像Minecraft的 也是一樣的概念 它從Pre-Alpha就一直釋出 然後到時候Alpha就開始開賣 然後Beta繼續賣 價格一直提升 就是其實這個邏輯並不是因為Steam改的演算法 或者說Steam把上架這件事情變成民主化的這個行為 才導致這個新的行銷的概念 這個概念其實從很久以前就是這樣子 只是大家可能比較不會去 當初比較沒有那麼多人關注這個做法 那最後核心的重點就是說 你不是在對你的粉絲去做推廣 你的目的是 你推廣給粉絲之後 你可以讓你的作品跟演算法產生良性的互動 然後讓Steam的演算法幫你推給更多的粉絲 而且最後一個重點 就是回到剛剛講的Steam的secret 就是Steam的推廣的能量 遠大於任何你其他可以做的事情 然後這邊就回到所謂的Real Steam的部分 你知道這些策略 你對於你進入Real Steam的成功率可能會上升一點 那你進入了Real Steam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是假設這個時候 你的銷量可能已經還OK了 可能你賣了也許總營業額可能有 譬如說十幾二十萬美金 這個時候有可能Valve會主動跟你提出 開始會主動跟你提出 推廣的詢問 誒我們有個活動你要不要來參加 這個就是私下來的 這個你直接單純上架遊戲 就是你是沒有機會 一開始是沒有機會跟Steam這種接觸的 但是你到一定門檻之後 Steam會主動來問你 然後再來是你在到特定門檻之後 其實你是有條件可以跟Steam 開始談一些促銷的行為 譬如說Steam有好幾個版位 在首頁上有好幾個版位是 譬如說那個Daily Deal 就是每日促銷 然後也有週間Deal 就是週間促銷 然後還有週末促銷 那那個Daily就是每日嘛 就是24小時長度的促銷 這個其實也還蠻常見的 那以週為單位的促銷就有兩種 一種是週二週三週四的 叫做週間促銷 然後週四開始到下週一的 有四天就叫週末促銷 那Chris的演講中有提到說 他自己也是跟私下詢問得來的資訊是說 大約25萬美金總營業額的作品 有機會開始可以問到每日促銷 然後大約到你的總營業額 大概到100萬美金的時候 可能就可以有機會拿到週末促銷 那這個都是首頁的 你Daily Deal也是在首頁上 只是它版位比較下面 然後如果是週間促銷 或週末促銷的話 就會出現在大概偏中間的版位上面 那怎麼樣去包裝你的促銷 其實就是有一些Steam可能會參考的條件 那這些條件其實沒有一個官方的說法 就是都是推測來的 就第一個譬如說你在促銷期間 就是你跟Steam申請這個促銷活動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跟Steam講說 我會做一個最新的歷史低價折扣 然後我可能會做遊戲更新 然後我可能會已經跟 某一些網紅實況組已經講好了宣傳 宣傳的那個計畫 那我希望Steam的促銷跟宣傳計畫 可以同步同時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有的沒得的 這個 就是 可能的條件 然後這些條件就是 就是 就是 這都是推測 全部都是推測 那只是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第一個剛講的嘛 就是 25萬美金的總營業額 然後第二個是 最好要有 重要語系的翻譯 然後再來是 你的遊戲不要太久 就你不要說 你遊戲都已經上五年十年 才在跟Steam要促銷 它可能不會理你 但是也許 兩三年內是可以 然後 再來是 大概可能 譬如說 每年也許可以要到兩次 就是平均啦 就到達這個門檻的開發者 每年可能可以要到兩次單日促銷 然後 你還有很多沒有轉換的願望清單 因為其實你上架之後 你就是一直在轉換願望清單 如果你還有很多願望清單沒有轉換掉 可能這個也是Steam會 考慮的 要不要幫你辦促銷的一個 一個因素 然後 以前你還沒有 那種打到骨折過 那這個可能也是一個考量 因為你說打到骨折 那你這個 可能就只剩那種90%off可以選 就是Steam可能就不想要這種情況 那有沒有新內容更新 剛剛有講到 然後還有一些事情是 你可以用某些縮詞 讓Steam來增加對你的 這個 信任 就是誒我要做週年慶 這個事情其實 也有可能因為 你是想說 我談到促銷 我再來辦週年慶 也有可能嘛 對 你可以先用一些話術 跟Steam講一下 你要不要做這個事情 對 然後 再來是 就是如果你過去有很好的歷史紀錄 Steam對你本身就已經很信任 也有可能這個條件門檻可以下降 好像 Chris說他 目前統計到好像最低是 那個 就是一般來講好像是20萬美金 可是他也有看到有些開發者是 之前有好幾個成功作品 然後他最新的作品 可能才累積到10萬出頭美金的總營業額 就去跟Steam提 每次促銷 然後Steam同意 也有這種情況 那再來這一個是 其實我覺得一般開發者 可能比較沒有機會碰到 就是說你可以自己做 促銷頁面 就是特殊促銷活動 那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這邊其實是有 確實有做過 就是2022年的TGDF 跟2023年的TGDF 其實是有辦過兩次的那個Steam促銷 但兩次的經驗差很多 那有些事情其實我這邊不太適合在 這個攝影機前面講 所以等一下私下講 那總之就是 你可以看到Steam常常會有 什麼圈圈城市促銷 圈圈國家促銷 圈圈類型促銷 那個不是Steam官方辦的類型促銷 是玩家 而不是是開發者 幾個開發者組織 或是發行商組織 自己組起來的類型促銷 這種其實還蠻常見的 那這個促銷就是一樣 那個在Steam 就是官方支援的後台 是有一個地方 你可以直接去送需求 然後它會有一個 像是問卷 你要把問卷的需求都填好 比如說我要邀請誰 這些作品的程度到什麼程度 然後你預計什麼時候要做 做多久 然後預計打折的程度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個它會有一個官方調查 你要全部都把表填完 他們才會有比較 回復你比較高的機率這樣子 好那再來是它有 它說有一個 甚至是發售當下的一些 撇步這樣子 那就是 如果你是還 就是算是有 比較好的 優良紀錄的開發者 你可能可以去跟Steam 也是一樣透過那個 就是支援的那個表單管道 去跟Steam提出說 我剛好有一個新作品要上架 可是剛好它跟 某一個Steam官方促銷接太近了 那個在技術上 Steam的官方是直接把這個東西 就是擋掉的 可是你可以去跟Steam 用人工的方式去對說 我可不可以故意把我的發行日 跟Steam的某個官方的促銷時間 就是故意接在一起 然後Steam能不能幫我把我的促銷時間 直接 拉滿整個 那個Steam官方促銷的時段 那這個東西是可以人工談的 那最後的話就是說 有些Steam的功能是你要到最後幾乎是 Top 2% 最強的那一群人 他現在的這個 大概抓的benchmark是 60萬美金的這個 營業額或者是 大概可能有10萬以上的願望清單 才有機會去問的到的項目 那有幾個 就其中一個是那個 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系列作品 直接合起來做成小型促銷 然後這個東西也有機會可以上首頁 那第二個是 Steam不是你每次 其實這個 因為我們平常都常駐Steam 所以那個頁面比較難被看到 可是通常你 你每次重開Steam的那個 終端的時候 其實它會跳一個跳窗出來 那個跳窗也是一樣是 你有很強的過去紀錄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跟Steam提出說 欸我可不可以去 跟你申請上那個版位這樣子 對那 另外一個也是 最近一兩年才出現Steam的新工具 就是 開發者跟發行商 現在可以很輕易的 直接跟某些友好團隊 直接講好說 欸我們直接來做一個bundle 然後後台就有那種很輕鬆的工具 你點幾個按鍵就可以說 欸我直接A加B加C 就加起來就變一個bundle 然後Steam也幫你把金流都分好了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其實 他說 也是可以讓開發者 大開發者帶小開發者 是一個 就是很有利的情況 那譬如說 他也是舉一個例子 是說 那個 就是 也是Peglin的例子 Peglin是新遊戲 然後旁邊有一個 Round Guard是比較舊的遊戲 可是這兩個遊戲都是類似的 那種有一點像 有一點點賭博風格跟Rogelike 合在一起的作品 就是玩法類似 有點概念類似這樣子 那 就是Peglin在上架的時候 他就跑去跟那個Round Guard的開發者說 我們快要上架了 然後我們的願望清單有7萬多個 我覺得我們的流量應該還不錯 我們可以bundle起來 然後 就是他一上架就做bundle 就是他跟他的那個上架促銷是放在一起的 然後 光是 這個bundle 就是不是Peglin的總銷量 光是這個bundle就帶來 12萬美金的營收 然後他也同時幫那個比較舊的 比較沒名氣的遊戲 帶來7萬美金的營收 其實這個是 大帶小很有效果的東西 那這個 我看之前很少在其他人在其他地方提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 大家以後也關注一下 也許 我們自己認識的開發者 自己可以想辦法 要不要做這種串聯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剛講到Chris的很多資料 跟他的論斷的基礎 都是來自於匿名資料 所以他就是很積極的向大家提供資料 提出這個資料請求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也是蠻鼓勵 就是我們認識的開發者 就是 可以盡量去這個網頁上 找他的一些免費資源來看 然後同時他裡面有一些表單 就是讓你可以去填你的 什麼銷售資料啊 還是促銷成果的資料 或是你願望清單累積的這些資料 可以去匿名的提給他 那他這樣以後就會有更準確更多的資料 可以去參考 我覺得這個其實大家可以做 算是也是一個社群合作這樣子 好 那今天下半場的部分也就到這邊結束 那這個是今天講到的四場GDC演講的來源 其中兩場是免費不能看的 就是第一場跟第三場是免費可以看 第二場跟第十場是免費不能看的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GDC VOL上面找 好 那我這邊分享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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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